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827集 由于阳魏林波讲 韩刚作为河东方面的代表 接受了耶利与新的讨价还价 此番合议便有了最终的结果 那下面如何实施啊 张杰问道 韩刚只是得到了议和仪式在河东方面的对外交涉权 决定权依然还保留在朝堂上 但这样的结果 没有人会担心得不到朝廷的认同 所以合议的条件交代清楚之后 剩下的便是考虑如何实现这些条件 而不发生变乱 交还土地免不了有先后之别 不要说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 就是一点意外就能让合议功败垂成 双方的信任基础早就灰飞烟灭 免不了要让人放心不下 只要辽人先还回西侧的燕门西径 虎谷如月大石武寨 那我就会撤回在朔州的兵马 接下来就是让辽人把剩下的马骨 每回和平行三寨交还 不会有变吧 所以要将换符放在后边 韩刚不喜欢玩弄小动作 更没有做手脚沾小便宜的小夹子气 想必耶律雨昕也不会自己砸自己的脚 但保不准下面的人不会犯蠢 具体的细节就由智夫你负责好了 想必尚夫殿下会很乐意帮你这个忙 多少年来大宋国中何曾有过看到辽国心虚气弱的时候 韩刚与耶律雨昕初步达成了协议 在京城引起了轰动 不仅仅是谈判的结果 更多的是耶律雨昕这个辽国全臣 不久之后必然会篡位的未来天子 竟然低头认输 这一份成果足以让京师变得喧嚣起来 可不同于外面的热闹 梁府之中却有着冰冷的暗流在涌动 让谁先回京城呢 如果不算以荒漠和雪山为界碑的吉西之地 辽宋的国界是从贺兰山一直向东延伸至大海 镇守这一条国界的是三位正副疏密使 吕慧清 韩刚和郭奎 尽管合议已经达成 但他们三个人不可能全部调离 必然要有人继续留任北方 以防撩人撕毁协议 郭奎是五人 其九阵边陲当然是很难让朝廷放心 河北军又与西军京营将大宋进军三分 十几万兵马全数放在他的手中 要不是形势使然 早就有一帮子文臣叹着 我其实为你好 然后拿着莫名其妙的理由将谭章砸到郭奎的头上 没有人会对此觉得很意外 欧阳修和文彦博当年谈和狄青也就是一个莫须有 一句太族岂非周世宗忠臣 能让所有自命忠心的武将文之不寒而栗 不过郭奎也是最好解决的 用不着让他带着功勋召回朝中 那样反而麻烦 只要厚赠其路 命其镇守大明 而将不属于大明的各地兵马都遣回原地 就足够了 关键的是 韩刚与吕惠青 到底让谁先回了呢 仅仅留下一名郭奎 依然是很难让人对北界的稳定放心 新定下的盟约 也至少要三五年之后 才能拥有最低限度的相互信任 为了北方边界的安定 韩刚和吕惠青中的一个人 需要在北方多留一阵时日 吕基辅呢 还是韩玉坤呢 韩刚回来 不过是疏密使 甚至可以以年龄的问题维持现在的职位 只要给他加赠虚弦就足够了 而吕惠青回来 则必然要升任宰相了 可韩刚一旦回来 必然会代表契学跟心学起冲突 那样的情况下 同样也是一个大麻烦 瓦安石 曾部 张纯 韩将 各有各的心思 在战争时相互配合着的宰府们 到了攻城的这一刻 裂痕 已经隐隐产生 站在湖谷寨外的高地上 已经全然看不到辽军的身影 从城里到城外 在赤喉的报告中随处可见的辽军骑兵 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的一干二净 辽贼当真是全退了 拿着千里净 奢可大始终没能在湖谷寨中 找到辽军残留的人马 还真是干脆啊 其他人当然干脆 攻敌干脆 撤退也干脆 要不是这一回 事出有因 在疏密抵达新口寨之后 他们就该退出去了 打过多年交道 奢可人很熟悉 辽人不愿意在战斗中 消耗自身实力的性格 不过还应该有几个吧 交接的时候总要有几个人的 总不至于让田成博 唱一曲独角戏吧 那就应该快了 奢可大手中的千里净转了一个方向 宋军的红旗出现在镜头中 距离只有一里 大约千余人的骑兵队伍正在等候着进驻的通知 秦婉和韩忠信那边也都准备好了 奢可人没有拿着千里净 只是转头过去看了一眼 整齐炎然的队形正如他的侄儿所说 的确是准备好了的样子 那不是孝月时的横平竖直 而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 并冲入战场的整齐 布阵和作战不同 冰形如水 作战有灵光一闪的余地 也允许天才的出现 而相识而动 因敌质疑的布阵 不是经历过完善的军事教育的将校 便很难做到这一点 只有出自世代军旅的家族 才有这样的能力 秦婉世代从军 那倒是没话说 倒是韩忠信让人意外了 奢可大砸着舌头 难道在韩淑密手下奔走了几年 就这么有效 你当韩忠信是什么出身 奢可人哼了一声 虽然知道韩忠信出身的人不多 但其中有他一个 论起在军中的时间 韩家不一定会比秦家要少 田瑜代表韩刚去辽国 驻守湖谷寨的将领 办理交接手续 前几日也都是他负责处理 这次下来程序熟籍而留 也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拖延了许久 算上湖谷寨 韩刚向耶利与新要求 掀起己赴的五座城寨 四天内已经交还了三座 只剩下了最重要的燕门西境二寨 还没有交还 仅仅小半个时辰之后 湖谷寨南门的城头上 一面招展的大旗 扬起在了半空中 禁军的鼓声迫不及待地响了起来 鼓声清客之间便传遍了山谷两侧 飞奔而出的骑兵 让之前的阵型犹如雪崩一般消失不见 但即使在行进中 那如同离贤之剑直奔前方而去的 每一队骑兵都与左右前后的战友 有着隐隐的联系 随时可以应对敌军的攻击 宋军的士兵们怒涛一般地冲进久别的债保 在各部将校的率领下 分头占据各处要点 大宋的旗帜 一面面地在城中高处打起 直至最后 北面的富堡顶部 一面略显陈旧的红旗也举了起来 与十几面高低部 以远近各异的军旗一起 昭告虎谷寨的统治权 重新回到了大宋的一方 耶律以心紧抿着嘴 沉默地收回了目光 将千里镜交给了身后的亲位 气氛比之前更为凝重 看到了宋军接受虎谷寨的行动 跟随着耶律以心的所有人 心中都免不了有些烦躁 愤怒之类的负面情绪 阴阴火焰在胸中燃烧 有人是因为没有经过大战 但便丢掉了已经占据的土地 也有人则是从宋军的行动中 看到了让他们畏惧的东西 进退有度 急而不乱 那当不会是经营吧 沉默了很长时间 耶律以心向身边的人询问着 尽管仅仅是占据一座空营 可在短短一顿饭的功夫 就已区区千人控制了一座大型边寨中各处的战略要地 如果这是事先设下的陷阱 只要埋伏起来的伏兵稍作迟疑 便再也来不及发动了 在旗帜全数升起之前 如果受到进攻 宋人或许会弄得手忙脚乱 但在此之后就无人能撼动得了宋军对虎古寨的占领了 仅仅一顿饭的功夫呀 耶律以心的叹息声 大的让身后的萧十三和张孝杰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手底下的精锐本部也做不到这一点 并不是说从契丹各部和一部分异族中选择的精兵在实力上有所缺陷 而是他们在城防攻势上的认识太过浅薄 无法向宋人一般用最快的速度控制一座城市 但这是耶律以心的本部 绝大部分辽军不仅不了解工程时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也缺乏足够的实行能力 差距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萧十三断然说道 若宋人的京营禁军皆有如此精锐 西京道 恭送的四万余人 无一人 能再见到应州的草场 西军和陵府军都不在这里 耶律以心沉吟道 是何东军 张孝杰说道 以韩刚的为人 多半会让代州兵打头阵 谁丢的 让谁去拿回来 耶律以心嘴角抽搐了一下 韩刚 煞费苦心 宋辽国力的差距 越来越明显的摆在他的面前 有些事情并不是出了一两个明军贤臣 就能够扭转的过来的 当宋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多的 在军事上得到体现 辽国一直以来 努力维系着对南方的军事压制 也以图崩瓦解 就在数年之前 前去宋静的使臣 可以叫嚣着 不能如愿以偿 便报以战争 但现在 旧日的使者就在东京城中 可萧喜绝不敢挑起一场战争 甚至是口头上的要挟 也不敢 如果这样的国事 在配合上能力超着的臣子 那么将会是周边诸国的噩梦 不过 那也有可能成为宋国皇帝的噩梦 只要韩刚的功劳继续积累下去 另一方面 以隋唐之强势 百倍于高狗力 可谓此 东北一小国 中原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 方才在唐高宗时将之征服 何况大辽的强盛 同样百倍于高狗力 而地理上的优势 则更是远远胜之 眼下只是不能像过去一样 全面压制宋国 但维持现状并非难事 若是有机会 照样有机会能让宋人 重温旧日的梦魇 国力上的优势并不一定能带来胜利 要是战争的胜负仅仅是与国力有关 那就干脆不要打仗 把国库打开来比一比 把吉布拿出来看一看就够了 不用再看了 耶律以心掉转码头 就算是他 心中也是憋着一团火 想要找人给发泄出来 都还了三座寨子了 只还差两个 汉人会一约 把朔州的兵马撤走吗 耶律以心身后 有一个人插话 他的位置 仅与耶律以心插了半个马身 身份最为尊贵 是女真节度史完颜部的组长 亥里伯 韩刚要是有那么蠢就好了 萧十三冷淡地回了一句 亥里伯眼中凶光一闪 但随即沉静了下去 不再言语 女真人和弃丹人的对裂 敬畏分明 虽然都跟随在耶律以心的身后 可很明显地藏着深深的敌意 大辽尚父对萧十三 与完颜亥里伯的分歧 视而不见 女真势力日强 也并不符合耶律以心本人的利益 他需要的是好狗 不是养大之后就反噬的狼 但现在他必须借重女真人的实力 来制衡国中那些 或明或暗的 在反对着他的敌人 之后的六天时间里 耶律以心又撤回了燕门和西晋两寨的驻军 而宋军随即将之占据 到了此时 除了代州东侧的平行等三寨之外 所有的债宝都回到了大宋的手中 太原之府 同时也是河东经略使王克尘 抵达了代州 向韩刚表示恭贺 迎进了大厅一番寒暄之后 王克尘突然压低了声线 淑密 如今辽人还了燕门朱债 北上之路畅通无阻 朔州伴在我手 只要从西南两处发力并进 功取大同 不为难事 王克尘紧张地看着韩刚 他本以为韩刚会回一句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那么接下来 他就会把一路上想到的说辞都倒了出来 其料韩刚只问了一句 可灭辽佛 这 王克尘文言一愣 可灭辽佛 韩刚再一次重复 不能一瞻灭辽 背叛合约的代价 那可就大了 并不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也无法继续激发将士们的作战欲望 韩刚拿着自己的信用去夺取几片领地 无论成败都没有任何意义 幸好他手下的幕僚 没有人会出这样的馊主意 韩刚自问他所挑选的幕僚 不至于会暗中投靠他人 更不会才智不足 如若不然 韩刚觉得自己就该反思一下 自己选人的眼力了 坐下来一起挣钱 难道不好吗 耶律以心想必现在也在后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宋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大 大到用简单的战术胜利 完全无力扭转的地步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辽国灭亡的时候了 韩刚自问 有的是时间 当然那是指对付辽国 而现在他却在另一件事情上 缺乏时间 他需要尽快回到开封 许多事情已经拖延的太久 对他的计划越来越不利 虽然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但回京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 百万人口生活在京城中 早就拥挤不堪 而在郑士堂和书密院中的 载府虽然不多 可对于任何一名载职高官来说 一个同僚就太多了 没有才最好 何况七八个呢 韩刚和吕慧卿要携攻回京 势必要打乱之前已经稳定下来的朝堂局面 不过想要阻止两名西府执政回返京师 这根本是痴人做梦 统兵的主帅久留在外 这不是放心不放心的问题 而是翻阵割据再现中原的预兆 最多也只能是招一个留一个 绝不可能全部都留在京城之外 吕慧卿盼着回京已经很久了 留在外地越久 危险性就越大 三人诚苦的故事 听说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范仲淹当年离京前 前往陕西抵御西夏 背后就被吕一俭给干脆利落的捅了一刀 辽国的强大远过于西夏 宋辽开战时 无人敢在后方搅风搅雨 前线有失 京城何能独存 何况又有王安石坐镇中枢 也没有人能使坏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战争结束了 不早日回京 不但没有功劳拿 还会被政敌远远的给你抵制在千里之外 连辩驳的机会也没有 又有几个人会为他说话呢 吕慧卿想要回京 这一次回去 身邪不适之功 正是唐空玄的宰相之位 也就可以定下来了 给王安石的信 他已经送出去了 闻贤歌而知雅意 想必新学宗师王介甫 能明白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827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828集 给您发现一位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